陆峰你可也有事瞒着我 但你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了 你老跟我的身体好着呢 回复得很快哦 季雪宇 听说你丈夫被流氓捅了 住院了 小童 你怎么会来 他之前都瞧不上我们家 为什么会来医院看望陆峰 雪宇 你都当上总裁了 我也一直没来祝贺 今天看望你住院的老公 也祝贺一下你抢到器事公司 抢 我何时抢了 奶奶去世时 已煮白纸黑字鞋的清清楚楚 哎呀 我这不是说错了吗 雪宇 你不会这么小气 还和我计较吧 这是我妈给你 和你老公带的些进口补品 好几十万呢 你们平时这么节俭 肯定吃不起吧 别客气 都拿着赶紧煮了吃 哎呀 我不小心手滑 掉地上了 你自己捡一下咯 这些东西 刚好帮你老公 补补身体呢 我 啊 抱歉啊 医生说 我现在受伤不能吃补品 饮食得清淡 雪宇 我们谈对象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过葱油面 现在不能沾太多油的 你可以帮我煮一碗青菜粥吗 谈对象 我和陆锋不是直接就结婚 等等 小童 这些补品啊 你还是留着和你对象吃吧 你对象啊 特别需要补补 看你这么上火 一定是他不行吧 你 哎 对了 哎呀 瞧我这记性 你和你对象分手了吧 怪不得你心情这么不好 我分手 关你什么事 那我老公受伤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 可恶 我一片好心 还被这么对待 这薄品就当喂狗了 老年还有事 不和你们多说了 媳妇 你真棒 这个女人被气跑了 是你提醒的好 你不提醒 我都想不到 季晓彤和她前对象分手的事 安排下去 在陆峰出院的时候 直接派人把 季御术一家 都给我请来吃个饭 这件事 先不要告诉他们 季学宇 这可是你自找的 你既然敢惹我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陆先生 你身体好 恢复得快 回去后进行 循序渐渐的肌肉锻炼就行了 不要过度运动 好 谢谢医生 陆峰 晓彤邀请了我们家 去全乐福餐馆吃饭 说是庆祝你出院 她都邀请了 我们没有不去的理由啊 陆峰出个院还请吃饭 我们学宇当上一把手的时候 她怎么不请啊 陆峰面子这么大 陆峰不也是我们家的吗 你少说话 多吃饭 哟 今儿我们学与总裁的老公顺利出院 要好好庆祝一下 上菜 没放言 这米饭馊了 白菜上还有虫 七小童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请我们吃饭 就吃这些 哎呀 是陆峰说的 他身体要吃清淡的食物 这些东西不是适合你们家吗 不像我 每天都吃这些鲍鱼鱼翅什么的 都很腻了 服务员 把我家富贵抱过来 好 饭桌上 为什么要抱狗过来 可能是她的爱犬 乖狗狗 这是我专门准备给你吃的 不像某些人哦 根本不配吃这些东西呢 雪宇 我们不吃了 欺人太甚 雪宇 先别急着走 陆峰 你到底站在谁那边呀 不走我们受这窝囊气 雪宇 你之前说过你喜欢宠物狗 不如现在查查 我们有空了可以买了药 现在查吗 你们不如养只土狗 衬托你们家的气质 哼 还想和我们家富贵比 我这可是纯血同狗 雪宇 我之前都没发现 你明明都是济世集团一把手了 怎么还用这破手机呀 二手市场买的吧 我 这是我用的最顺手的一款 虽然用了三年了 但是没坏 我不打算换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镜高手 寿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鞋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圆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现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之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族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正面杠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全家全红武功造势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纠结了 铁儿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吧 浏览孤儿竟能守到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